水浒传的十大经典名言第九句 认从你心 梁山好汉在征伐起军方蜡仪以后 梁山108将 今生十几个人办事回朝 在路过杭州六合四时 武松因断去一臂 兄弟们死伤惨重 决定顿入空门 不再参与俗世纷争 宋江听后便淡淡说道 喝水你心 可见宋江对武松极其冷漠 宋江认为武松没有了利用价值 从而对武松撕下了平日的伪装 为了及时进攻领赏 宋江甚至把瘫痪的凌冲扔给了武松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事情 谁都武松彻底的了解到了宋江的真面目 不仅仅是跟他分道扬镳 也算是跟这个群体一刀两断 当宋江去世的消息传到武松耳朵里 他的表情和心态都毫无波澜 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一切都结束了 看来武松已经放下了对他的那些怨恨 也释然了曾经的兄弟情 这也就是武松在最后选顿入空门的原因吧 以上内容 个人之见 人者见人 知者见知 敬请大家关注和评论 感谢观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单为了他 明镜与点栏目 有望